我们看经文出现 经文出现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从第一节 天父们在美你 因为你的执意是愿意要人来得救 来经历 来知道你的美和善 所以今天主啊 我们感恩因为你每一个星期都有赐下给我们 有你的说话 你带领我们是能够走在你的道的这个疆界里面 我们真的是好得无比 主啊我们欢迎 欢迎主圣灵 你就要贯充满我们 开启我们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心来认知 接受你的恩典 我们享福来明白接受真理 愿你引导我们 在来的这个星期走在你的同在当中 而且得胜又得胜 奉耶稣基督的名 天使天君互为保护着神的儿女 我们涂抹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门楣门框 我们赞同主的宝血 为我们所说更名好的事 成立在我们的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这个是保罗 他是劝勉我们 在提摩太书里面所写的 他说他劝我们是第一 要为万人来恳求祷告 来代祝来出现 我们和主耶稣的这个同工 第一个范围 就是代祷的这个服饰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透过祷告里面 我们和神有沟通 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接受到从天父而来的心意 圣灵会感动 圣灵会肚子 肚折 圣灵会带领 他会引导我们是 知道如何的来 接收聆听神的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代祷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每一个的信徒 应当有的这个职份 是和耶稣一同的 是坐在天父大男的右边 就得胜有能力的那边 我们来代祷来代求 这个是为人的这个灵魂来恳求 就恳劝要求主救人的灵魂 为道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应该是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无事的来度日 我们就祷告天父 为到每一个今天 这个世界还存的时候 我们每天醒过来 是你的同在充满我们 我们祷告主 愿你纪念神主里面的 每一个人的灵魂 无论哪一个的民主 无论是犹太人 外邦里面的人 无论是小孩 大人 年长的年幼的 还有一切君王和在位的 我们也祝福是主 你的亮光光照 全地的这个地级的这个 释放 而且是把 作例的人 是恶人驱赶出去 而且是把强横的绑壁来折断 使到一人的这个计划不能成功 我们祷告天父 你把你的公义的计划 成立在地 愿圣灵浇灌感动人的心 柔软下来 承认接受耶稣 为他们的这个救主 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 愿你是 猜是当的人来讲解 我们相信 主你是让万事 互相效力 使到爱神的人 能够得益处 我们祝福 君王在位的 是能够有敬畏神 是能够有 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的 生量来治理 凡是公义之子 愿你放到在位子上面 治理 知道国家是平安的 是慷慨的 主啊 愿你赐给我们 尽全端正 平安无事的这些日子 充满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第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第十二节 这里说到 凡事我们都是可以抓 凡事我都可以抓 但不都有一处 凡事我都可以行 但无论哪一件事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这里有七个 属灵的提醒 是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这是保罗的劝勉 是对众教会 是对属神的儿女来说的 所以是神的儿女 必有神公义的指示 然后第二 是行事为人的这个事情 行事为人的这个事情 它说明是 凡事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抓 意思就是说 我们活在地面上面 有生命气息的 我们有一个的范围 有一个的自由 我们是自由人 特别是在主内 已经是罪得赦免 是更加是自由人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 因为活在地面上面 我们是可以做的 凡事 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 这是有能力的 然后第三 不一定有一处 就是凡事在 可以做的事情 的范围里面 原来有的是 对我 对其他的人 是有益处的 有的是对我 和其他的人 是没有益处的 那我们是 如果是 如果是爱神 我们是尽心尽性 尽意激励 来爱 主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也要 爱人如己 对吧 这是满足律法的要求 这是自由 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 不是为自己 我们乃是 因爱神 也因爱人的缘故 我们来做 凡事可以做的 这个事情 我们要做 凡事都有一处的那些 所以这里 是有一个的叫 变明 我们只是拣选 要做有一处的事情 第三点 这个变明 是什么东西呢 变明呢就是靠神的灵 告诉我们 天国的道德观是什么 虽然世界有世界的做法 世界有世界的道德观 但是呢 我却要是靠着 住在我里面的圣灵 来指引我 天父是爱 他的道德观是什么 他所喜悦的是什么 公义的 圣洁的是什么 我就因这一些 我就做这一些的事情 所以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是有益处的 能够建造起来 成熟起来 对其他的人呢 也是一个的建造 一个的嚼惯 所以保罗说是 你凡事都要拣选 只是要做 都有益处的 然后呢 第五点 凡事我都可以行 这是两次的这个提醒 什么事都可以做 什么事都可以行 都是初一 我是自由了的 我是没有罪了的 我是已经得了恩典的 但是呢 无论哪一件的事情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第五点 这个非常重要 意思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做事情的时候呢 我应该是看着 什么是神所给到我的 这个人生的宗旨 我是拣选做哪一件的 这个事情 原来呢 在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圈子里面 你的生活形态里面 有时候你感觉到呢 就是很自由的 你什么都是 你说的算 很自由的 那你很开心 很高兴 但是有时候 你和人合作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有小孩 有时候有丈夫 有妻子 你需要谈论的 有交接的 你需要是 大家是联鱼联合的 有些事情 你当放下自己的主见 有些事情 你当是强调 在这些 处世待人的 这些事情里面 我们 无论哪一件的事情 我们都不受 那个事情的挟制 意思说外在来的这个压力 不能够影响我 不能够影响我的意思 因为圣经说 我是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那靠着 加给我力量的主 我凡事都能够做 凡事在神的面前 看为是有益处的 是神看为是美 又善的 又是全被完全的事情 那些我去做 但是呢 我不受任何的事情的 这个影响来 知道我 以至我要行的 受他的这个迁累 这是第五方面 没有保罗 他是要训练断定 没有一样在外在的东西 能够来影响他 来走神 走给他天国的那个路 没有能够影响他 在主的里面的那个自由 凡事都可以做 比如说 他说了一个例子 这是第六点 他说的那个例子是什么呢 他说有人 不吃败偶像的这个食物 但是我保罗呢 可以吃败偶像的食物 因为呢 我是感恩 虽然是在偶像的当中 是有这个什么节庆的那种 我在偶像当中 我是吃又喝的 我是感恩来接受这些饮食 我吃了没所谓 因为只是 就是物质上的这个食物 这一口进去 然后不久就背后出来 虽然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有信心的人 我们不送外在的这种东西来影响 但是呢 如果有一个的人是弟兄姊妹 他是信心是比较软弱的 他说哎呀不可以吃 吃了恐怕有邪灵的攻击 恐怕有什么灵会跟着你 恐怕你是冒犯了什么神明的这个东西 如果他们有这种恐惧和想法 你要为了那一个的姊妹 或者是那个弟兄的缘故 你要看到别人信心的缘故 那你就拣选不吃 你这个拣选不吃 是表明你不送那件事情的这个管辖 但是你有节制 你是需要叫做控制自己不吃 但是这个是因为你有主权 你有自由来决定 并不是你送那个事情的控制 乃是出于爱心 你不愿意看到 应该和你的同伴的弟兄姊妹跌倒 所以为了他们的缘故 或者是他的缘故 你愿意不吃 以免对方会跌倒 所以当我们来看 什么可行 什么不可行 什么是有益处 无论是哪一件事情 我怎么样不受他的限制 不受他的这个管辖 我也当要想的是什么 什么是容神一人的 那个我去做 所以这个第七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有主 对吧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从三十一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三十一 意思说我无论是吃 无论是喝 无论是做些什么东西 我都是为荣耀主来做的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是做什么东西 因为凡事都可做 但不都有一处 而且凡事 我不受任何一件的事情来 叫做挟制我的 这个主力里面的那个自由 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向神来降福 来敬拜 来奉献给他 我的祷告是什么呢 大家愿意的也一同可以祷告 主啊 我愿意是把我一生降福 奉献给主 来使用来充满 主啊 请你带领我 无论是吃 无论是喝 无论是做任何的这个事情 凡事我都可说 我承认你给我的自由 我也知道凡事上 也有一些有益处 也有一些没益处的 求你带领我 只拣选做有益处的 对个人 对其他的人都有益处的 而且不受任何环境的 那个瑕疵 主啊 求你使我 甚至是吃和喝 我都能够荣耀你 在一切所要做的事情 让你提醒我的目标 就是要为荣耀你而活 为荣耀你而说 为荣耀你而行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4章 第26到第27节 约翰福音第14章 26到第27节 这里是说到圣灵 我们要来的这个星期 我们真的是活在 末世里面的日子 我们每一个灯 都真需要依靠圣灵 所以我先做个祷告 就是愿意降福 愿圣灵充满带领我 带领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愿意圣灵是掌权 是提醒 度折 教导 训练我们 也安慰我们 也把天父的这个事情 是说明 是印证出来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当做的这个事情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那宝慧师 宝慧师就是圣灵 祂是保护我们的 祂是神所带来的 是恩待我们的 这位宝慧师是圣灵 是天父因耶稣的名 所要采来的圣灵 意思说耶稣 是必须是为我们的罪 担当丁实实之架 然后埋葬了三天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耶稣复活生天之后 天父必采所应许的圣灵 来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现在呢 神是已经猜出来 这一位的圣灵 已经内住在 信徒的这个生命里面 住在我们的灵人里面 我们的灵人和圣灵 是何而为一的 那这一位的圣灵呢 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来 因为耶稣一得圣之后 死而复活 生天啊 天父赐下给他的这个名贤 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是得胜一切所有的 他把他的圣灵呢 放到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在信徒的里面 是储备也是印记 这一位的圣灵第三点 要将一切的事情来指教我们 一切关乎真理的 一切关乎耶稣基督的教导 还有耶稣基督是谁 圣灵会提醒我们 会教导我们 并且呢 要叫你们想起 我所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第四点 圣灵是什么 提我们 他是训练我们 他是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一切的真理是全部的真理 所以我们是不是人来教的 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恩膏 就是圣灵 来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降服圣灵 愿意来引导带领我们 奉主的名 阿们 然后主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你们心里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公主的名 我们宣告是主 你留下来的平安 因为耶稣 你是撒龙平安 你是撒龙君王 主啊是的 你必赐下 你是撒龙王 你是平安之君 你必赐下平安 来治理我们的白体 里面的每个的细胞 我们的全人 我们享福 主啊 你的这个国度的治理 要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不受世界的治理 乃是受真理的国度的治理 来活在主 你所给我们的生命的命定当中 因为你所赐下来的平安 是保护着我们 并且把忧愁 奉族的名赶出去 把恐惧奉族的名赶出去 你是天父的爱来治开我们 使我们活在天父的爱 和借贷当中 使神宝贝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当你是恐惧的时候 还有这个忧虑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圣灵 提醒我们 回到耶稣那里去 你一想到他你最有平安 你祷告主你最有平安 然后留在神的同在当中 只等到不安的事情过去 因为那个是短暂的 是必然过去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在耶稣基督里面 永远长存 所以不要怕 只要信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 从第十一节 从第十一到第十七节 这里有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有四方面说明 第一个提醒就是 神已经立定好了这个根基 就是救恩的根基 救恩的根基就是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 他有一切的真理 能够有能力来救我们 从此没有人能力 别的根基 所以当我们来传福音给人的时候 我们是把已经立定了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是放到在那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立其他的根基 因为圣经说 从此 在这个之外 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之外 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 因为任何的根基都会垮掉 只有主耶稣真理的根基 是永远他的果不能够震动 他的根基不震动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呢 我们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 有这个根基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人可以用金而银而宝石 草木合间 在这个的根基上面建立 就是你如何活出你的生命 是哪一种的本质 哪一种的quality 到底是哪一种类 是好的品种呢 还是叫做是好的品种 这里呢 有很好的品种 还有这种本质 还有一些是不好 草木合间的那种 是容易经火烧而毁灭的 所以是在乎我们个人 你到底如何要怎么样 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面 活出一个是赫神心意的生活呢 然后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 于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 主有委派我们 有使命有命定 是在哪一方面来服侍 来做工 来做神 给我们做的工 个人的这个功臣呢 必然是会显露出来 这是说明的 然后呢 那个日子将要 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个火要实验 个人的功臣怎么样 原来呢 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 所做的事情 来服侍主的心意的事情 都要有火来发现 来使我们这个工臣呢 是能够经过火的这个实验 看它是否能够 不能够成立起来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所以我们是 这一刻背提 下一刻就马上就去到这个 神的果度里面呢 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赏赐的宝座前 赏赐的宝座前呢 是我们是不需要受审判 因为这已经审判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叫审判 这个呢 乃是叫颁奖的那个 叫赏赐 判奖的意思 所以我们照着 在今生里面所做的 一背提去到主的台前的时候 就是赏赐的台前 我们个人 就要好像经我们的做的功 要经火一样的 看是否是能够张立得住 张立得住呢 和神心意的 就得赏赐 如果呢 功臣是不得张立的住 就要被烧毁了 他就要受亏损 但是他自己需要可以得救 所以这个得救了是一回事 你在得救了的这个生命里面 你怎么样服侍神的旨意 是要每一天的这个顺从 他的旨意每一天得赏赐 这个就好得无比 但是如果那个人 他功臣不适合神心意的 烧毁了之后 他自己本身的灵魂可以得救 虽然得救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你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吗 神的灵是住在你们的里面的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个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个殿就是你们 所以我们要建造的这个工臣 是建造在他人的身上 让他们成为神的宫殿 是圣灵所内住的 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 感谢你提醒我们 在地面我们有做许多的工 但是在做这一切的工夫的这个 之内和之上 我们是以你的心意 来做出建造人生命的工 来得造人灵魂的这个工夫 愿你带领我们 显示给我们知道 怎么样的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面 我们来活出这个生命 是得建造 而且是能够建造别人 使我们回到来你的台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赏赐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里雷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从第24到第25节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二十四到第25节 这里说明我们是已经属主的人 我们是主的仆人 是服侍主的意义的意识 我们是意义的仆人 那我们做事是应该有耶稣的性情 因为救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接受了耶稣的生命经里面 我们当有耶稣的性情 对吧 就不是私欲来泛滥 是主的性情来治理我们的 全人 这里说我们是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什么 不可争进 这个和人对骂吵闹 搞出纠纷 有混乱 有纷争 有苦毒 有这种邪恶的事情 这个就不出于主的性情 这个是出于堕落的 是属于是救我的那个性情 所以神的仆人是说明不可以去增进 不要去对立 不要去比较 也不要去增和度 然后什么 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善于教导 纯心 忍耐 温和的来接待其他的人 让他们有悔改的这个机会 甚至是人是有爆累 暴怒的 发脾气的这个时候 一个温柔的心 所说出来的话 是能够指着那一个的愤怒 所以我们有主的性情在里面 是能够治理外面的这个东西 让别人也能够离开私欲的 是回归来认识主 我们要温温和和 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性情 来带众人 而且是什么 善于教导 纯心来忍耐 是要知道等候 时间到的时候 神必把信主的人 都要改变过来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 在过程里面的人 你得要忍耐 包容 要信得过 主必然能够完成 成圣的功夫 以圣灵带出这个建造 在那一个人的身上 圣灵是怎么样的 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来建造 使我们成圣 他必然能够坐在 其他的信徒的身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用温柔来劝戒 抵挡的人 或者神可以给他们 一颗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这里说明两件事情 第一 这个温柔 是有好大的能力 因为是能够 注意劝戒抵挡的人 就是对神 对福音 对真理 是有拒绝的 不单是拒绝 而且是来阻力的 是来抵挡的 你都可以是来劝勉他 不是来唾骂他 也不是来攻击他 不是他真敬 乃是你劝他 来悔改过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温柔的性情 耶稣他说 我是谦卑柔和的 所以他是全然的得胜者 没有能够 是能够攻击到他 他也能够 全面性的劝勉 让人悔改过来 主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 因为是他有这个 温良温柔的性情 而且是能够 把抵挡的人 能够劝得过来 这是能力 然后第二呢 人要信主耶稣 必须先要有个悔改的心 若没有悔改 来离开罪 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 本来向着罪的方向走 你现在停了 然后转回来 走向公义的这个道路 神是要赐悔改的心 弟兄姊妹 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 原来不是我自己 说要悔改就可以悔改 不是 耶和华神 若不赐给我一颗悔改的心 我得悔改不了 你可知道这个是何的 的重要 是何等大的恩赐 是何等大的恩典 甚至能够悔改 离开罪的那一个 悔改的心 都是出于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能够叫什么 信得到主 耶稣基督 然后才能够 明白得到真理 天父 孩子的祷告 这是主啊 愿你恩戴怜悯我们 我们愿意向自我死去 因为你已经救了我们 我们是书主的人 我们祷告的就是 祝你的性情是充满我们 来完全的是得着我们 使到是不在我活着 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救我全部的钉死之架 全部的废去 哦主啊 愿圣灵做成这个成圣的功夫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感恩主啊 祝你吃下给我们 有悔改的心 让我们是 在每一件当要悔改的事情上面 祝你感动我们 完全悔改的过来 来尝到救恩的恩典的滋味 是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美 能够明白真理 是真正的是知道真理 而不是头脑 只是的知道 使我们的灵人 完全是被真理得着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另外还有一句 在这个经文 诗篇 诗篇130篇 第5到第6节 诗篇130 第5到第6节 诗人说 他说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这个是 渴慕 我们祷告主阿爸父 赐给我们全目 渴慕 主的心 渴慕耶和华神的心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首夜的等候天亮 胜于首夜的等候天亮 这个是真的不得了 我们的心是在哪里 这里 灵人 肉身的心在这里 真正的灵人 是在这里 我们有灵魂体 灵在这里 我们有魂和体 是我们的思维 情绪 意志 还有身躯 就是体 我们的心要等候 耶和华到一个地步 这个是什么 留在他的同在当中 只等到 泛滥的事情 攻击的事情 试探的事情 对立的事情 一切是抵挡我们有属神的生活的那些事情的势力 全部过去 你要等候他 等到他是彰显出现 这个的出现 如雨 如干淋 淋漓 是降临在我们的心的这个田地 使我们得到大之润亮光 使我们整个人挑要 活过来 喜悦过来 这个英文叫refreshing 而是更新了起来 奉主的命 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是经过这个更新的这个过程 你就能够更加能够安息安静下来 没有挣扎 没有束缚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为难捆绑的事情 等候耶和华的 他一定使亮光临到你 等候他的必不至于失望 我们的这个等候 诗人说 我的心 我的这个灵人 要等候我的主 是胜过 守夜的等候天亮 守夜的 你至少也有这个 比如说半夜12点钟开始 要不然就是6个小时 早上6点 要不然就是12个小时 就整个的这个夜晚的这个时间 守夜的 因为他晚上不可能睡觉 要警醒 对吧 要看有没有什么贼 什么敌人的来到 所以这个的警醒等候 是一种的 期盼赶快这个亮光来了 赶快这个 这个攻击要开始叫 这个的 这个的曙光要开始照亮 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 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 是非常一个的 渴慕的一个等候 所以我们要渴慕等候 我们的耶和华神 仰望他的话应许我们 使我们是紧抓着他的应许 只等到他的亮光 发现照亮我们 这个就好得无比 主啊 我们是靠自己 不会有这样子忍耐的心 但是因为我们仰望你的应许 仰望你的话 因为你的话 成为我们的亮光 树心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看见 当今所要发现的这个事情 我们能够留在你的同在当中 只等到你所说的最美好的 成为在我们的其中 而不是接受吃好的 也不是要配合那个最不好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有这个意念呢 想要唱一首歌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的心等候主 生云收夜的等候天亮 神云收夜的等候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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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的名 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耶和华 愿你得着夺得我们的心 夺得我们的灵 夺得我们的全人 全被主耶稣 你的荣美吸引过来 愿你接受我们的称赞 敬拜赞美 天父带领我们 我们涂抹耶稣的宝血 在我们的门楣框 主啊 个人和家庭 而且涂抹耶稣的宝血 在主体的整个教会 愿你的宝血 为我们所说更美好的事 诚意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仰望等候你 只等到你的旨意亨通 诚意彰显在我们的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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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来说 看车听 本周启示亮光 我在祷告这些经文 是神所感动出来的 是可以成为大家的 这个帮助和提醒 对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功 降福让祂来 触摸你 带领你 我们下次再见 会有更多的 本周启示亮光 神赐福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